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说他的妈妈什么时候意识可以跟他对接 就是说他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谢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世界 要认清楚这一点 我们允许别人活在他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就会更美好 所以他一直抓住他的母亲跟他活在不一样的世界 其实我们跟很多世代其实都有这个代沟 就是本来他们想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想的本来就会不一样 然后跟孩子想的可能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只是可能强度不一样 他的感受会让你不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能够允许对方 让他成为他目前的样子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越允许他以他的方式存在 他就会跟我越来越对平 我越允许他以他的方式存在 他就会跟我越来越对平 我越不允许他以他的方式存在 那个隔阂 那个冲击就会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给他的建议是让他放轻松的 就不要再管他的母亲跟他对不对平 然后是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 就允许他以他的方式存在 就是这样 那我只管我好好的去对待他 爱他这样就好了 而不要管说他目前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状态是什么 跟我的频率是不是能够相合 这些都不重要 就让他成为他现在的样子 这是给他的建议 谢谢 谢谢